岡山城 狗狗的第三座城 哇~~ 哇~~ 嗨~~ 哦~~ 愛車的小朋友 不要錯過啊 哦~~ 太美了吧 讓大家挑戰一下 嗯~~ 好Q喔 媽媽竟然要挑戰用飛的耶 哇~~ 我們到了 這裡首先先看到阿智神社 然後這裡就是美觀地區的 美觀地區 美觀地區大概都10點開嘛 對 因為我們要去吃早餐 所以現在還沒開 對 所以我們先去吃早餐 順便享用一下這邊 寧靜的早晨 美觀地區 但它 不是很寧靜 一早就吉利伯拉了 我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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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完了 飛得說 現在剛好是繡球花季 所以有繡球花 我要下來 為什麼 因為你覺得這裡怎麼樣 好漂亮 哦~~ 叫到水裡 那個外星 沒東西 我們要搭船 所以把推車鎖在這邊 剛才發現 來這邊好像帶推車 會有一點點不方便 對 它這邊其實可以借 但不多啦 嗯嗯嗯 所以我們把它存進去 還好我們的推車收得進去 讚讚 等一下準備搭船了 這個是船票 然後一個人700 然後還好我們剛才在猶豫說 到底要不要先吃早餐 還是要先搭船 因為我們看 案內所還沒開的時候 外面就一堆人在排 然後太太是說 這個要預訂的 然後說有人曾經太晚到 就預訂到了下午 所以我們就想說 先排好了 果然要先排 要不然真的太搶手了 搭船出發前的防曬 我也要磨一下喔 要不然我會烤焦喔 你去玩玩具有沒有 看到烤焦的麵包超人 果果我們要搭船船了 有沒有好緊張 啊 好不用怕爸爸媽媽會保護你喔 你昨天 欸你前天有沒有搭船船 沒有 啊你跟媽媽一起搭船船 對 好我們這次是爺爺滑的船船喔 爺爺更厲害 我愛你 哇 哇 出發了 好酷喔 還會現在 座位上 敷 電子 然後還會給這個 好可愛喔 對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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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怕 很可愛 我愛你 我愛你 我感動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它的眼光很好 它跳的東西就超好吃 真的喔 這個桃子剛剛還可以抓到這個 這個真的很好吃 然後我們今天來的這間很特別喔 它是專門吃烤吐司跟熱壓吐司的地方 我們剛剛選了它的吐司 它有選可以選厚的跟薄的 然後我們選厚的 然後一個人可以選兩個醬跟一杯飲料 然後最特別的是呢 它那邊可以選一堆的烤麵包 其實你可以自己選一台來烤 然後我們選了這台 其實也是過過選的 但是為什麼選這台 因為它是自動的 我們怕手動的 會把美好的早晨給毀了 他剛剛叫我們選超餓的東西 我想說 欸會不會有鬼 兩個人才1100日幣 簡單的早餐阿 因為等一下我們在外面還有很多小吃可以吃 我們就來體驗一下 喔 最關鍵的一刻 考失敗就是太太負責 喔變了 好酷喔 它說這個三分鐘就跳起來了 然後它SET可以選餅乾或是優格 我們兩個都選了 兩個都可以去果果吃 特別選你 因為它這邊的飲料不太適合 嗯 對這邊的缺點就是飲料可能不太適合小朋友 嗯 這個呢是他們這邊的桃子抹醬 然後這個呢是色香葡萄的抹醬 然後這個是 蘋果 蘋果 喔 你把那個吃光了喔 喔 爸爸都還沒吃到欸 哥哥爸爸可以吃一個看看嗎 謝謝你 你好大發喔 嗯 嗯 一點點甜甜然後脆脆的 黑糖 很好吃 店裡面 非常的漂亮 然後賣很多的餅乾 如果吃好吃 都可以賣 就在我們聊天的過程中 它就好了 好 喔 唉唷 烤得還蠻漂亮的欸 超酷的啦 一個吐司兩種享受 我那時候一看到就說我一定要來 因為他可以自己選擇烤麵包集 我相信大伯一定也來 我先吃這邊是水蜜桃的 嗯 幹嘛啦 吐司 吐司 怎樣 怎樣啦 怎麼講話 怎麼樣 原來我也這麼會考廚師 我怎麼說它的廚師很好吃 我想問有沒有在賣這個廚師 應該有吧 這廚師超級好 水蜜桃 很香 然後劇毒味道也很香 可是 這兩個 不衝突 不衝突 你覺得好吃嗎 哥哥 嗯 我真的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廚師 媽媽最近都走一個浮誇戲耶 自從來到日本之後 整個人都變了 嗯 你要葡萄的喔 好 爸爸沾一點給你 來 要整個吃啊 麵包也要吃 麵包也要吃 不可以只吃醬 你等一下爸爸再給你吃葡萄的 你先把手上的吃完 先真的是葡萄跟蘋果 沒錯 我先來吃蘋果 而且它蘋果是肉桂蘋果 蘋果派的感覺 烤味蘋果 嗯 烤得真好 對對不對 你覺得你今天是烤麵包高手 外酥內軟耶 再來吃一個色香葡萄 嗯 葡萄醬就是葡萄醬 就OK 但哥哥很愛 嗯 那他喜歡吃葡萄啊 會想把每個醬都試過 來這邊的話早餐可以吃這個 美觀地區還沒開的時候 他就開了 就可以來吃了 可以吃完剛好逛 你看 他現在已經變老饕了 還知道要蘸醬 而且他很厲害喔 他只吃醬不吃餅乾嘛 呵呵呵 你看這 那邊 蒜山糯農 這是 江山那邊有一個 蒜山農場 我們本來想要去 沒有 在這邊就吃到了 喔 好啦 那我們等一下吃完早餐 我們就要開始逛 倉膚囉 嗯 今天的重頭戲就是把這邊逛遍 然後 買遍 哥哥買了一個要給阿嬤的禮物 哇 太太 那個時候就說想來看米飛兔 然後隔壁有一間snooby 哥哥想去隔壁的snooby 然後媽媽就說 我們先逛完米飛兔 等一下再去逛snooby 呵呵呵 倉膚限定版snooby耶 好啦我們現在逛到一間 我們那個時候查有查到很有名的布丁 嗯 對我們買的是抹茶口味跟草莓口味 那我們來吃吃看這個布丁怎麼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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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呢 呵呵呵 上面如果太多的話 會太甜 可是要加一點小米的布丁 喔 我剛剛給它太多 是不是都可以 喔難怪 那你覺得太甜了 好 我們另一個是抹茶口味 然後 它上面還有一點紅豆 就可能不會 比較不會那麼苦啦 我們也在這邊買到藍色的冰淇淋 剛剛問了一下 他說這是藍莓汽水口味 媽媽你覺得怎麼樣 汽水味不中 藍莓味蠻重 因為我覺得它的牛奶味都蠻重 啊真的喔 嗯 那有藍莓嗎 我吃不出來 來 然後我自己買了一個藍色的肉包 看起來超酷的 但是超燙 現在超燙等一下再吃 這是一般肉包 這是一般肉包 也沒有辣 然後 藍色的我也吃不出來 就是一個造型 你要不要吃藍色的包子看看 為什麼 你不是喜歡藍色嗎 呵呵呵 就是雅根一般的包子 沒有不一樣 嗯 就是包子 但是他覺得藍色包子很奇怪 你要吃嗎 噢噢噢噢噢噢 呵呵呵 卡拉至神社 現在在這個位置 走 超多樓梯 衝去 太太可以嗎 媽媽竟然要挑戰用飛的耶 哇 媽媽竟然飛上來了 哈哈 呵呵 呵呵 好下來 媽媽是為了要 下午的泡澡更舒服 能夠展現那個泡澡的威力才這樣子嗎 沒錯 把自己搞累一點 然後結果就跟哥哥一起睡午覺 對 直接睡死了 呵呵 我們到了 阿智神社 這邊也可以求 御守 那邊也有 會馬 哇 好棒 我們終於把我們的禮物送出去了 我們剛剛遇到了一個姨姨 對 看到哥哥很可愛 就欸 知道我們聊了一下點 對 然後他說他也去了五次的台灣 然後去看姨姨 沒錯 對 那姨姨有84歲了 嗯 然後 我們那個禮物其實 從沖繩的時候就有準備 但是一直沒有機會送出去 然後這是剛好可以遇到有機會送 對 你有送禮物給爺爺嗎 有沒有很開心 嗯 好啦 我們現在來到這間叫果物小亭 那它是一間專門吃下午茶的地方 那波哥剛好睡著了 然後它的特色呢 就是它的這個 就是它的招牌 就是超多水果的聖代 除了很多水果以外 它還有重點就是 它有這邊當地的白桃 必吃 嗯嗯嗯 我這邊也有一個 沒錯 然後我們還點了一杯這個是什麼 白桃奶昔 對 喔 你好喝耶 真的嗎 嗯 你好喝耶 那這邊低焦就是一個人一個品項 所以 大家來要點 都要點一個東西 對 然後呢這邊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 我們現在坐在這 你可以選室內跟室外 但是來這邊呢 建議可以選室外 為什麼呢 因為這邊會有聽到 有沒有聽到 風鈴的聲音 嗯 很舒服以外 面對的呢 是竹林 超真漂亮的 很清悠很悠閒 對 然後又有陽傘 就不會熱 而且它是在一個很小的巷子 沒錯 我們剛剛還想說 怎麼經過兩次都沒有找到 原來它在一個超小巷子裡面 對 所以大家來如果 有機會的話 時間排比較多的話 可以來這邊吃個下午茶 沒錯 而且這邊我覺得它這邊吃 那種咖啡 廳那種下午茶的店 還蠻多的 嗯 如果時間夠的話 就是大家可以挑一間自己喜歡的 沒錯 嗯 好那我們今天的倉膚 就差不多到這樣了 好啊 那就推薦給大家囉 沒錯 大家如果有來倉膚的話 就是真的可以 多往它 主要道路的旁邊小巷子 走很多的進行 沒錯 對 好啦 那我們就推薦給大家 嗯 那下次見啦 好